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上一次大概谈到 韦伯对于权威或者统治 采取一种三个原因的说法 三个来源的说法 也可以说三个分裂 统治也好 权力也好 哪三个特征 三个分类的标准呢 第一个叫做传统 传统的权威 传统的统治 因为德文Hairshaft 除了有统治的味道以外 还可以有另外一个意思 叫做权威 只有有权威的人才可以统治 有权威等于也等于翻过头来讲 威权 只有威权的人可以统治 有power official power 公家给你的权限 你就可以统治了 所以我们把德文的Hairshaft 因为这个字不要说德文换作英文很难 因为英文有时把它换作 Rule Ruling Domination 更多的时候换作Authority 在座同学对Authority这个字眼都知道 是什么意思 那就权威 权威有三个来源 第一个是传统的权威 第二是卡里斯玛的权威 卡里斯玛我们就这样解释了 灭力 灭力的权威 第三种权威是什么 是法律的权威 法律 靠法律来把权威建立起来 前面那两种我们可以说以中国式的说法 叫做人制 由人来统治 传统 父传子 子传孙 这个就完全是人的关系 卡里斯玛 魅力领袖 也集中在领袖的特别的 这个超常的禀户或者才华 中国式的说法叫天众英明 只有那个天众英明的人 他有权利来统治 来显示他的权威 所以前面的传统的 还有第二个灭力的权威 都涉及到人制 第三种权威 或第三种统治的方法 是靠法律 制定法律来统治 我们可以用个中文的简单的说法 叫做法治 所以是人制和法治 分别就在这里 谈过这个以后 我们今天要谈的 主要的是 韦伯和马克思两个人在 方法论上面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那么这个就涉及到 韦伯是一个社会学者 社会学家 但是他更厉害的 他是一个经济学者 经济史的专家 经济社会学的专家 可以说从他开始以后 就有经济社会学 国家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 法律社会学 所以韦伯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博学 非常慎师 非常明辨 能力高强的西洋的大思想家 虽然他仅仅活了56岁 可是我们不要小看 这56岁当中扣掉年轻无知 到这个能够上学 那么要上学在德国 大概十七八岁上大学 十七八岁也上中学 那么这个六岁以后就上小学 这个制度和我们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只是我们在台湾目前大概十九二十岁才能够有机会上大学 因为你国中的时间也占了蛮长的 至少有六年的时间 那么德国也是一样 在这个gymnasium 就是中学了 它分成文科中学 理科中学 那么韦伯呢 是在柏林著名的夏洛田区 就是高关聚居的地区 相当于今天阳明山 士林那一带 所以韦伯受的是很好的中学教育 大学我们上次已经提过了 他到突兵根大学 到海德堡大学 更重要他回到他自己的故乡 柏林大学 那么他读书的时候不限于一方 就是说他有多方面的 他对历史学特别感兴趣 对哲学 这个因为从这个中学时代就训练起了 韦伯是从中学时代就对哲学有深厚的基础 这种哲学当然是古典的哲学 就是从古希腊 古罗马以来 到他那个时代里面 包括德国康德 黑格尔 马克思 马克思不仅是个经济学者 他也是一个思想家 他的唯物史观代表了唯物哲学 所以韦伯也对他的哲学有所了解 当然有所批判 那么他除了刚刚提的历史学以外 他又特别对新兴的社会学感到兴趣 以至于他后来在社会学领域的表现 居然被当代的大思想家 英国曾经担任过政经学院的院长 伦敦政经学院很有名 早期是伦敦经济学院 后来就要长一个政治经济 那么伦敦政经学院的院长 Giddens就把韦伯 把马克思 把图尔干 看作canonical trio 就是所谓经典的三雄 什么叫经典的三雄呢 就是近代有社会科学 尤其是社会学单独成为一门学问 那么这三个人是电力这个基础的人 我们可以说开创大师 也可以说奠基者 以马克思为主 然后下面就有韦伯 可以说韦伯在这里面扮演很重要角色 那么韦伯的角色呢 我们在这里有稍微提待一下 这里他特别注意到一个 就是韦伯用了悟的方法 了解的方法去叙述 或者去分析 去剖解解析当代的社会 所以他是一个当代社会的大师 那么这个大师的社会学的贡献 等一下我们会介绍他的了悟的方法 理解的方法 来了解这个社会 那么因为他这个关系呢 他会注意到一个很大的现代社会一个倾向 这个倾向呢 就是现代的社会越来越走向理性 合乎理性 讲求效率 讲求分工 讲求这个专门的专业 因此呢 他提出了这个官僚这个观念 所以他的官僚的这个体系啊 Bewrocracy 不仅是政治方面的官僚组织 文官制度 英国最有名的文官制度 在座同学都知道 这个他注意到了 在政治上是文官制度 在社会上呢 大公司 大行号 大财团 他们的经济组织 也也采用了官僚体系的制度 换句话说 不仅是政治上 我们发现有官僚 在商业的来往上面 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大公司大行号大财团的组织里面 我们也发现他有官僚的组织 那么官僚的组织在于说明什么 就说明呢 当代的这个社会呢 官僚呢 在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扮演什么角色 就是它是理性化的极端 公司 公家 私人的机构 都存有官僚组织 有Bewrocracy的存在 那么这个呢 我们后来还会跟同学来做详细的报告 因为有官僚的组织 所以现代人呢 一个Robot 一个坑 各位毕业以后 一定要找一份工作来做 为了你个人的活口 也可能为了你要养家 可能你要维持你自己的生命 所以你不得不找个工作做 那么你的工作变成是一个 你是个Robot 你就丢到一个坑里面去 一个Robot 一个坑 各位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一个Robot 一个坑 可能你终身就是一个工程师 终身就是一个公关人士 终身就是一个医师 会计师 律师等等等 这是指各位有受过专门职业教育 专业的教育 那么将来凭你这个才华 你在这个社会谋取一个位置 就是你的职业 所以你的职业就是你的profession 可以说职业 但是我们后来会提到 韦伯把这个profession这个字呢 用到像马丁路德所讲的 是一个人上帝的召唤 这是用宗教的眼光来看 所以你这一辈子要做什么样的人 上帝给你安排好了 所以召唤你去当工程师 去当会计师 去当教师 去当律师 去当这个各种建筑师 等等等 所以呢 你的职业不然是你自己选的 也是你的才华 你的能力 你的机会 获得你这份职业 但是不要忘记 你就是一个robot 一个坑 被丢到这个坑里面去的一个robot 这意思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讲究理性化 因为越来越靠近人类的进步呢 就是一个合理性的往前发展 过度讲究合理 而且讲究什么合理 为不分啊 目的的理性 也分啊一个手段的理性 或者工具理性 现代人是越来越具有工具性的理性 什么叫工具性的理性 你的本事 你的本能 就是你来谋生的工具啊 你往这方面去钻 一个设计师 他拥有一个电脑设计师 他一定要往你这个专业去搞 去谋取发展 去发挥别人手 没有发挥的创意 不是吗 所以呢 韦伯这样的分析 对现代社会呢 他的看法 或者是未来的社会的看法 是悲观的 韦伯是带一个英雄式的悲观 来看待这个人生 看待世界 所以英雄式的悲观 就是你个别人可以有机会变成英雄 在你的行业里面特别突出 变成一个很顶端的 尖端的厉害的人 但是不要忘记你的医生也就是这么要 受到一定的范围 一定的局限 一定的科系 一定的职业的分类 来受到限制患律 而整个世界是走到越来越讲求 效率理性 工具理性的时代 所以韦伯对人类会走入 一个所谓的iron cage 看到没有 这就不是别人跑进这个是韦伯本身 跑进了iron cage 其实是对他讽刺而已 当然他算不算是这样的人 不是 他是博学多能的 他不是受到铁笼子关注的一个大师 而你我未来就是会进入到铁笼子里面 那我想哇 你有一位很高尚的职业 你有一份很好的这个薪水 很了不起 但是你不要忘记 你就在那个坑洞里面就来变成你的一生了 你是被人利用了 被大集团的财团公司 行号利用 利用你的才华能力 把你关在你的原来那个部门里头 让你呢就一生就关在那里 如果你很特殊 英雄式的 那么你可以跳跃 这和马克思相比 马克思对未来是充满了憧憬 充满了希望 未来的社会一定会在社会主义更上一层进入共产主义的社会 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 人类不受分工的影响 一个人不注意专心在某一个行业里头 一个人可以 新人类是多才多能 各方面都可以干的人 但是他是很快乐的 因为你不要为了擅长来奔跑 社会自然有充裕的物资 因为是新社会 共产主义的社会 没有阶级 没有剥削 没有异化的新时代 所以马克思是乐观 未来的世界 而韦伯对未来的世界是暴躯悲观 这也是两个人最大不同的 记住这个铁的牢笼 德文就像在红字写着 Star hates geheuze Star就是钢铁 Hartes很硬的 钢铁很硬的 什么东西 geheuze geheuze可能是一个陷阱 是一个葡萄一个坑的坑 就是你躲在这个坑里头 也是一个监狱 所以每一个人将来 会活在自己的一个小世界 一个小的监狱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又受到分工的影响 受到社会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 所以你会走上这条路 好 我们再看下面了 再把这个解释一遍 虽然马克思韦伯 在今天之前知道的是 现代社会学的创始者 奠基者之一 这个我们前面提过了 三大家之一 除了马克思 图尔干以外 第三个要数到尾伯 但值得注意的 他对经济学有相当的研究 因为经济学是 所有社会科学里面 最接近自然科学的 所以过去称作 经济学是社会科学的皇后 the queen of social sciences 为什么 因为经济学所谈的东西 除了是我们人物资生活 怎么样去谋取 去生产 去消费 去分配等等 更重要它是 很接近自然科学 把它数字化 所以我们经济学后来出现了 计量经济学 那应该是经济学 最高的一个发展 它不但是利用统计的方法 它还利用数学的方法 利用电脑的方式 来对这个人类的经济活动 做一些分析和猜测 而它的猜测 常常是很准的 所以这一点呢 是经济学了不起的地方 所以韦伯的原列是经济学 经济的历史 经济的这个发展 经济 古代的经济史开始 中古世纪的航会制度 也是个经济史 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这是他博士论文的主题 所以呢 韦伯最先可以定义为一个经济学者 后来才定义做社会科学家 这是社会科学家里面的社会学 因为他有他独窜的 他独窜的方面 就是对于我们这个社会 要怎么去了解他 那么这个英文的里面 有提到巴圣子在翻译 这个韦伯的经济学的著作 尤其翻译清教伦理 和资本主义精神 这本书的时候 他的前年里面有提到 他说有一个学者叫巴克斯特 他曾经讲到说 我们的人都关怀外面的事物 外面的这个柴霍 这个外面的事物柴霍 都应该放在我们肩膀上 在肩膀上这个人呢 可能也是像圣人一样 把放在肩膀的东西 当作一个很轻的clock 一个外衣大衣来看待 可是普通人不是 因为圣人可以把大衣随便一丢 就可以了 而我们普通人呢 尤其我们的命运呢 却是把我们命定为 最后要关进铁笼子里头的一个动物 人也是动物的一种 那么只有狗啦 猫啦 野兽啦 常常要关到铁笼 可是未来人的一样要关到铁笼 这就表示 韦伯对未来的人类的情景 文明的情景 并不抱好的看法 物理可看作一个坏的看法 韦伯呢 那经济学方面是属于历史学派 就是要研究经济史的问题 上古的优太的宗教史 优太人和宗教的关系 和这个优太人为什么会这样会赚钱 所以就和经济都有关系 中古时候的行贿制度 别意大利的行贿啊等等啊 都是韦伯研究 他是经济史的开端人物 那么因为他研究经济史 因此呢 他就和他的同僚 这个同僚叫什么 叫宋巴特 宋巴特 就是里面中间这个图像 这个人 宋巴特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 叫做The Modern Capitalism The Modern Capitalism 当代的或者现代的资本主义 那么宋巴特会认为 资本主义的发展 主要的并不靠宗教 其他的很多的别的因素 什么其他的因素呢 包括地理位置 包括会计制度的出现 法律制度来保险 私有财产 这些才是资本主义出现的 最重要的原因 韦伯从宋巴特这里呢 宋巴特就提到古代的 犹太教人对于资本主义有影响 可是犹太教在今天 并不是最大的宗教 所以影响最大的不是资本主义 是很多别的因素 韦伯可不一样 他认为资本主义 是很有基督教的精神 因为这个和犹太教 按后来的天主教 荣马天主教 完了以后 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 特别是资反教 卡尔文教 这些呢 才是资本主义 兴起的最大的宗教力量 那么我们下面已经提到 韦伯要用了悟的方法 Ferstein这个字 英文换作interpretation 其实并不好 应该换作understanding 了解 所以社会学一个了解的 科学 而不是一个只有解释的科学 英文换作interpretative 所以把这个韦伯的sociology 当作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换作了物 了物何对 了解觉悟啊 为什么要了解觉悟呢 因为韦伯接受 新康德学派的主张 认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各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自然科学要谈事物的前因后果 要谈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则规律 可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是人的活动 人的行为为主 所以你要了解人的行为 人的活动 你要当一个观察者 你要把人当一个主体来看 不能把它看作一个课题 什么叫课题 你研究一条株 欧洲的株温 非洲的株温怎么跑过来 你这个这条株就是object 是你观察分析实验的一个课题 可是人的活动 你了解人 要把人当subject来看 subject何位 主体何位 这个人有他的思想 有他的动机 有他的行为 于众不同 或者于众相同 但相同的哪一部分 不同的是哪一部分 你要想办法去了解它 所以对人的社会行为 我们是看人和人的来往 在人和人的来往当中 你要了解 魔甲为什么和魔语 变成一对情侣 那很可能就是 魔甲哪一天送来一朵花给魔语 魔语是女生 我们假定这样 那么这个女生都为之震惊 为之惊喜 对不对 后来两个互相来往 越来越深 最后变成一对情侣 那么这个就是要解释 为什么要送这朵花 动机何在 他主要送这朵花 它有什么意思 它的意义很简单 表示爱慕的意思 求爱的表示 不是吗 所以你要了解 这对男女朋友 他们的来往 你要当两个人都是主角 女的看错到这朵花以后的感受 后来的表现 所以人际关系是人的行动 加上对方的reaction reaction你不要只换作反动 就是他的反应 他有什么应对 然后彼此之间interaction 所以韦伯这里强调action reaction and interaction 这个就是人际的关系 从社会要从个别人开始来看 来研究他的行为 当然你后来可以推而广之 这个人加入某个学校 成了某个学校里头 某一个校友会的干事 后来出了社会以后 他加入某个政党 后来他在哪一个机关任职 所以一个人一生里面很多的角色 所以研究整个社会 研究社会的典章制度 研究人的集体的现象 要先从个体开始 这就是老师前面有提过 韦伯是一个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者 个体主义的方法论者怎么讲 individualist methodology 那么马克思也好 图会干也好 是collactivist methodology 他们采用的是集体的方法 来研究集体的现象 马克思集中在普劳阶级 普劳阶级的解放 普劳阶级怎么推翻资本主义阶级 资本阶级 所以普劳和资本两个阶级的对抗 这都是大型的宏观的问题 阿维伯却是一个围观的 从个别人的行动看起来 所以伟博的方法论 是个体主义的方法论 伟博认为整个社会的大的面向 整个社会当然是由个别人来组成的 个别人又组成了群体group group的玩意又互动 但是最开端还是个别人 所以伟博很注意个别人 个别人的主观上对他的世界的看法 是我们做一个观察者 所谓科学家 社会科学家 要用第三者的立场去替他们走向 去去了解他们 所以他的社会学是称作 Festand Sociology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 为了要了解人 伟博给每一个事物 每一个现象 给他一个type 德文叫type 那么这里出现了一个idea type 那么换作英文叫idea type 洪老师早期把idea type 和其他的人一样 用理念类型来翻译 其实不对的 为什么 因为伟博讲的这个type 在现代现实生活里面找不到 它只是我们思想中的一个想象而已 它是我们的思想的构图 德文叫gedankenbuilt 你把你的想法 比如说封建主义是什么东西 封建主义就是一个名词 这个名词就代表了封建制度下 所有的现象 所以封建制度不占在欧洲有 在印度有 在中国更有 中国有封建主义 那就是国王分封他的这个土地 当做一个彩虞 给他下面的公卿降向 所以什么叫做idea type idea type 那么我们要了解 要解释社会学原则 是社会学主要的研究的范围之一 支持者批评都相当多 这种研究方式 主张社会学经济学和历史学 科学等等的研究 永远不能彻底的归纳或者记载 因为研究者必须 一直有个概念上的认知 才可以探索它 维博认为这种探知的条件 方法手段叫做理想典型 这种理想典型可以这样子来归类 来归纳 一个理想的类型是许多现象提供的 某些特征和成分所组成的 老师刚刚以所谓封建主义为例 在欧洲有一些封建主义 在印度也有 在中国更有 那么这些封建主义到底是怎么样 他们都各自叫称作封建主义 但是这个封建主义其实就代表了一个理想的类型 就是我们对这种现象 社会的现象 这种制度 我们要给它一个名称 我们给的是叫做封建制度 所以封建制度就变成一个理想的类型 那么封建制度在马克思的说法 它会产生资本主义的制度 所以资本主义有和封建主义站在对立面 将来马克思认为新的这个类型就出来了 社会主义 在后来最上面要变成共产主义的制度 所以每一个名词就代表了一个理想的这个类型 马克思可不符合 因为他比韦伯要早生 早生多少 1864减掉1818 46年 马克思比韦伯年长46岁 换句话说 当马克思已经是四五十岁的时候 韦伯才诞生 1864年 各位想一想 所以马克思当然不会去采用韦伯这种叫做理念 或者理想类型这样的一种研究的方式 但是马克思也是用了很多的名词 那些名词在韦伯心目中 就是一个理想的类型 那么理想类型也可以涉及到一个 人是一个经济动物这样的一个观念 人为什么是经济动物 因为人活在世上一天就要吃要喝 要去打拼 原始社会的谋取生存的方法 就找一个避风寒的石洞里面 如果怕人就用一些树叶的锅在身上 后来人类会打猎 把兽皮就锅在身上 人类开始有衣服了 吃呢 原始社会可能生吃了 所以大家生命很短一下就死悄悄了 但是后来人发明了火 所以火的发明对人类来讲是一个惊天动地的大事 各位 那么利用火来尻来喷煮 而喷煮到今天变成就各种喷煮的方法都有 所以我们也一解 韦伯还好 马克思也好 都会认为人求生存是第一个要义 最重要的 所以经济人的出现并不是马克思发明的 也不是韦伯发明的 在他之前 亚当斯密 我们换做亚当斯密斯 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原主 他就把人当作一个economic man看待 那个拉丁文叫做homo economicus homo economicus 人就是一个经济的动物 什么叫经济 就谋取 这个能够生活 能够活在 我们最先这个homo sapiens homo sapiens是智慧的人 人是有智慧的 动物没有智慧 智慧会使我们会发明文字 使我们会沟通 所以人是有智慧 可是只有智慧不行 因为你还要活下去 要活下去 你要搞经济活动 早吃的 早喝的 早穿的 早住的 时宜住行的问题都要解决 你才是一个经济人 所以经济人就是一个典型的idea type 可以这么解释 韦伯一个很重要作品 在他死后1922年才出版 叫做economy and society 德文原文叫 wirtschaft and gazelle shaft wirtschaft and gazelle shaft 有两部 1000多页 第一部大概是 从第一页到659页 第二部呢 659页到1144页 这个是韦伯的居住 那么这个居住呢 最先也是草稿的 是经过他太太 马尼安娜 Weber把它整理出来的 后来好多人 包括Winckerman 包括Monson 包括很多他的徒子徒孙 找到他讲课的一些原稿 把那个稿件这样凑来凑去 所以变成这两部很重要的作品 当然两部合成一部 名字就叫做经济和社会 所以今天研究韦伯的任何思想 任何观念 都要从这两部作品来开始 而这两部作品里头 最重要的就是组织的原理 组织的原理呢 包括刚刚我提到的 所谓的Bureaucracy 官僚体系 这官僚体系在社会中是怎么出现 在政治中里面怎么出现 在统治方面 这个官僚体系是怎么样的分工 怎么样的任职 每一个人有一定的职位 上下有一个Hirarchy Hirarchy这个字言各位要了解 H-I-E-R-A-R-C-H-Y Hirarchy 我们人呢 其实就是一个Homo Hirakimu 就是把这个字变成了 这一个人的拉丁话 这意思吗 人就是一个有上下分别 像一个T形状态的一个人 你的社会地位 你的这个收入大小 你在社会的身外的高低 都是有一定的 那么这意思就是 人是不平等的 所以韦伯的开端 是人类的不平等 马克思相反的 人类就是平等 人类现在不平等 但将来一定要平等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 有全部的人类都要平等 可是韦伯的抗花 不然人类一开始就不平等 不平等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一个竞争的问题 竞争的观念是亚丹斯密提出来的 他说人在经济生活里面 都顾得自己 为了自己能够温饱 有时牺牲别人也在手不息 所以这样的结果 人就是一个自私自利的动物 因为自私自利 所以要求个别的好处 所以什么手段都用出来 所以人是自私自利的 人是好强的 人是竞争的 这个观念在马克思 和韦伯都是一样看 只是马克思想法太简单 将来人类的这种自私自利 可以有一个大公无私 因为将来的社会在里面 人压破人 人压炸人 人剥削人 人欺负人 没有异化 没有剥削的世界 所以将来的人都是爱好和平 喜欢跟人家和平相处 不会沉强斗殴的那种人群 可是韦伯比较现实 他说人还是竞争的动物 所以这地方也看得出两个人的不一样 好的 谈到社会是一个阶层 而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 所以如果是阶层的话 那么这一个类似蛋糕的这样的一个图 给各位一个启示 最上万的国王 高高在上带个皇冠 下面他的将相 大臣 在第二位 在下面包括教会的这些教室 文武百官 再来就是军人 警察替他保卫 下面就是资本家 你看 照在一起 有酒 有美女来相伴 最下面 把社会的顶住的 就是劳苦的 或者中国共产党讲的低层的 低端的人物 什么人 穷苦的人 劳动者 愚民 矿工 实际在工厂里面工作的 所以韦伯对于社会的看法 第一个呢 社会是有阶层的 他不说社会有阶级 社会有阶层以外 还有社会有地位 地位就和阶层不一样 阶层可能是经济上面引发的 而社会地位是你的声望 你在哪一个阶层里面 你拥有的好处 或者你要负担的医务 再来呢 你参加了团体 包括政党 包括学校 包括慈善机构的成员 包括就是你在地方里面担任 什么样仲裁委员会的委员主持人 社会阶层是经济上 以市场的互动所造成的 所以有人是务主 就是资本家 有人是陈租人或者员工 你就是一般的普劳阶级的人物 那么有资本家有劳务 这一点是经济上是有阶级的 所以马克思强调阶级 韦伯不这样强 我们刚刚已经谈到官僚化的批判 韦伯强调社会的组织里头 不但有上下不平等的结构 更重要的有居于中上层的这些官僚 这些官僚不止在政府机构里面是当官的 在民间的商业团体里头 特别刚刚老师提的公司行号财团里面 担任管理人的角色 所以他们本身也有分工 设职 分成 所以官僚体系 中文有时换作科成字 一科一科 你一个机构里面有要分科 科目的科 成是一成两成 上面的要贯出 下面的中央的官员就比地方的官员大 有什么中央的命令就传下来 所以有一个层次 科成是科学分科社门 社部社部门 还加上层层负责 层层命令这样传递这样的制度 所以在公共行政的领域里头 在政府的组织的形式里头 官僚体系扮演很重要的制度 那么官僚体系在中国怎么出现 早期就靠官场里面 所以中国的科举制度 各位还知道 这个图就是科举制度 要参加考试你才变选账 今天你可能不是参加考试 但是你要面试 你要interview 如果你在公司 行号里面要当人家一个出镜的人员 你要经过这一关 古代就是利用你 你到底懂不懂四书五经 你诗词是不是有本事 用这个来选你当做后来的官员 结果这个官员到处充斥 在中国的社会里面 官员的唯一的来源 人不止他的俸禄 很多是要看贪污来 所以中国的官员无官不贪 所以这个官僚体系就有这样大的弊端 虽然它可能使得人们的工作等等方便 有效率 因为官僚体系就是一个理性化的极致的制度 理性化就是讲求效率 因为分工的关系 因为每一科都有一科的人的专门的机构 我们现在看到韦伯的政治立场是怎么样 那么韦伯的政治 他本身是属于左派的自由人士 但这个左派的自由人士 却是一个坚强的国主主义者 因为他的父亲当过艾伯的市长 当过柏林的参议 后来又是国会议员 所以韦伯充分的理解 他对政治是很感兴趣 他说他已让邦伯的影响特别深 所以韦伯一生都是对政治的问题 非常的专心 非常努力 洪老师就写了韦伯的政治学说 写了一万五千字 最近要发表 因为今年六月十四号 是韦伯逝世一百周年纪念 就是他的继承一百年 那么这里头老师已经有一篇 叫做韦伯的国家观的息评 分析和批评 这篇文章已经给香港中文大学采纳 中文大学有个很好的杂志 叫做二十一世纪 他主要邀请中国大陆的学者 港澳还有台湾的学者 所以我在整个寒假里头 就写了这么一篇 另外我关韦伯的政治观写了两篇 那么将来陆续要发表 所以让明年老师可以把韦伯的政治观点 或者国家观点合计成一本小册子一本书 如果行有余力还可以把韦伯其他方面的贡献 比如韦伯对于现代化有什么看法 韦伯对于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看法 还可以陆陆续续的写好几篇文章 这样夹在一起就是一本有关韦伯的专著 那么对马克思韦伯的批评 就是说马克思韦伯呢 他的新教伦理里面强调资本主义的发起来自于新教的伦理 可是如果你考察意大利北部的早期的资本家的活动 包括这个热纳亚 包括维尼斯米兰 都是意大利北部的资本主义的发源地 还有德国巴化里亚南 就是南德 来英河地区 鲁尔地区 都是德国人的资本主义的萌芽的地方 西班牙 法国也有资本主义的发展 但是他们就不是完全受到新教伦理的影响 再说近年来中国大陆的崛起 经济的崛起 还有四条小龙 新加坡 台湾 香港 南韩的出现 称作四小龙 亚洲四条小龙 他们有没有受到新教影响呢 没有 他们完全受到儒家学兽的影响 儒家学兽也可以使资本主义发展 主要人在哪里 中国式的说法 儒家的说法 光中要门 要使你的这个族群 这个家族能够扬眉吐气 所以要节省 要勤劳 要不断地累积你的财富 而这方面呢 最先在四条小龙是这么做到的 后来中国大陆当然受到进入WHO WTO以后 它影响面更大 什么影响面更大 就是中国人靠了到美国 到英国 到华国 德国去盗取人家先进的科学的知识 把它弄到中国去 台湾 香港 新加坡提供给中国大陆最大的技术和人员 所以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崛起和四条龙的帮忙和美英法等国 把这个他们的最大工厂移到中国去都有密切的观点 所以呢 经济和宗教的关系是不是像韦伯所讲的那样 那也只能说某一个时候某一个地区的资本主义是如此 别的地区可不是这样啦 好的 那么无论如何 韦伯还是有他的特别的贡献 那么这个贡献我们下次还会继续讲 那么因为我们今天有谈到说要比较韦伯的了物社会学和马克思自学的方法 马克思自学离不开辩证主义 辩证法 所以呢 马克思这部分我们下一周再开始 然后衔接 第八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